我最期待馬拉雅 因為我都會打招球 我喜歡舉重對李文文 他這次也有來香港 我記得他們全部都好像是拿冠軍 踢墓球 這裡是踢王 我期待掩墓球 因為我一向都喜歡掩墓球 我喜歡掩墓球十幾年 Supy Head 亞洲100米的最佳肌肉 YES 這次是我第一次看 我每天都會去開電視 去看奧運的比賽 香港拿到很多獎牌 小時候都在家裡拍手 很激烈 在這個場館會有乒乓球 羽毛球 還有基建的一些 鐵拋的一些示範 好像還有另一個場館 會有跳水的一些示範 這次可能彌補了一下那個遺憾 因為我覺得現場的風味 肯定和電視界面 還是會更加不一樣 本身是想去跳水那邊 但是沒有穿到飛 因為之前有看那個跳水 然後那些腸空感到好厲害 我看得好小 我感覺好優秀 香港這幾年都這樣 現在有內地的運動員來 都很開心 很難得啊 因為上一次國家隊放光 那時候我還很小 所以這次可以看到 我覺得是很激動 我坐在六段山頂位 我帶了長鏡過來 所以應該看得到 今天帶了一個公仔 是我的公仔 兩個都帶了手撲 還有兩個手撲 對這個 就是這個手撲 對 對 我們比賽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世界第二 但是他們面對世界第一的組合 他們不要放棄 都是一球一球打了自己的冠軍 用自己的實力和努力 我給他們的體育先神傳動 所以我很喜歡他們 最新的就是乒乓球 想看馬龍和喜新 乒乓球 馬龍 最主要是看冰冰球 看馬龍和許恩 之前八月份奧運的人 有特別關注 我想看乒乓球 所以馬龍和喜新 對 但我覺得每一位運動家 都非常值得敬佩與學習 應該是乒乓球吧 馬龍 最深刻的畫面 可能還是比如說 打20的時候 第一次拿到冠軍的時候 應該還是他拿到冠軍之後 比心的時候吧 馬龍 左關比心 你們是國家的驕傲 好好養生氣 然後繼續再多打字面 不用太大壓力 大家都很支持他們的 加油努力 真的在奧運中拿到更好的成績 加油 中國對戰棒 馬龍加油 加油 加油 下次再拿冠軍 我一定支持他們的 我一定支持他們的